渺渺只是换了款眉型 就像换了张脸 瞬间从30岁变40岁 每年时尚圈中其实都不把一些长相甜美 身材好的 幸运女神 能够走红也是她们自己的造化 而且非常需要机遇 都说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看看这位女神这么多的时髦造型都相当的美 也是很努力的 渺渺一部电影走红内地 她虽然穿的衣服是相当的俗气 这种颜色的小裙子 很像街头的影楼风 造型上面也算是非常的个性 她只是换了款眉型 就像换了张脸 瞬间从30岁变40岁 本来有属于小女人的温柔 但是整个妆容的上面的效果显得特别的凶 渺渺本来长相还是蛮甜美的 身材也比较好穿衣服 也是非常有品位 亮片的仙女裙也能够穿得大展示一线 真的低马尾搭配的珠宝的首饰 其实看看眉毛的形状 也是相当的温柔可人呢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如果化妆化的实在 事态尖锐的话 确实比较让人感觉到害怕 渺渺也是经常会穿搭一些时尚大牌的品牌服装 跟休闲的状态完全不同 她穿上仙女裙的样子 其实更加的大气一点 只是裙子的颜色确实有点邪脑气 而且她的年龄比较小 穿上这样的衣服 满满的都是年龄增大的感觉 不过身材好也算是挽回那些造型上面的遗憾 渺渺因为她穿的是长长的裙子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裙子满满的都是小心机 虽然没有水蛇腰 但是像这样比较中规中矩的上衣的套装 整个的感觉是相当的纹意 渺渺换造型就像换了张脸 能看到出席活动时候打扮的庄重 跑去海边去玩耍的时候 也能够偶尔秀一下舞姿 轻盈又窈窕的身材 不知道让多少人嫉妒呢 人家可是跳舞好多年了 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底 就给你 好 知道 很不懂 感谢观看